先等等啊 我先把机油给他满上 昨天闲着没事 我把我车又改了个颜色 那就这个白色 轮胎粉色的 我琢磨着改成这样还能当婚车 到时候你们谁结婚 我出租一天二百块就好 我这车啥都好 就是没有一键启动 连火全靠手摇 哎呦可算是着了 干给我累的 行吧直接说正事吧 我儿就昨天晚上给我发邮件了 说是发现了一台重量级塔 弄到什么程度呢 动不动就要换变速箱 行咱也不耽搁了 直接开我的履带车去吧 这一天天履带车履带车 掉的咋这么别扭呢 这样吧 你们给他取个名字 记得告诉我哦 行现在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 发车 可算是到了 屁股都给我颠开花了 这边的风景真是不错呀 等哪天我有钱了 一定要在这里买一块地皮 然后修一栋大别墅 哦对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天上这个是我刚买的无人机 自带金属探测功能 老贵了 买它我一共花了不到两千万 说直接一点 一千八 行 现在打开一下地图 确定一下我们的位置 我们现在在这个十字路口 我二舅的地皮就在这里 有了无人机之后 我就不用亲自过去了 直接派无人机过去 然后我们打开探地雷达 上面蓝色的就是无人机 已经探测过的路线 那么黄色的就说明找到坦克了 看见没 已经找到坦克了 现在直接呼叫拖车队就行了 全机械化操作 压根没我啥事 我的坦克已经出土了 这工作效率可以吧 今天我先带你们去看一下挖掘队 你看看 雕车 挖掘机 拖车 都是大马力的 现在知道人家为啥效率这么高了吧 行 不说了 看看我的坦克去 下面应该就是我二舅说的重量级坦克了吧 这看上去也不像是重量级坦克呀 这破的连炮筒子都不见了 看看它啥型号 KV-1重型坦克 行 先给你洗洗 一会儿回去拿衬衬一下 看看你多重 OK 已经清洗好了 现在呼叫一下拖车队 我就不管了 剩下的就交给他们吧 坦克已经到家了 不知道为啥 我这坦克看上去 咋有点面熟呢 打开数据面板 先简单的分析一下 KV-1重型坦克 原产地苏联 服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装备时间1939年12月29日 研究地点 俱乐夫工厂 别问我为啥知道这么多 抄的百度 检查一下坦克的维修数据 发动机 履带 炮台 机舱 变速箱 基本完全报废 先购买一下缺失的零件 拿上我的角膜机 给它做的全坦克泡光 接下来拆掉炮台和发动机 重要的部分来了 打开查试模式 坦克就会变成红色 然后喷上防腐漆 最后装上所有缺失的零件 一顿操作猛如虎 修个坦克 没毛病 押韵 押韵啊 OK 一台坦克就修理完成了 老规矩 颜色你们定 下期我来喷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最新的剪辑技术 好了 我是小天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想挖什么坦克 记得点赞关注加评论